这下个服务是什么呢 这个服务叫Facebook工具 那这个Facebook工具 我们就先由广告来切入吧 其实这个Facebook广告工具 大家都可以开 那我现在开的是我测试的账号 那开了测试账号以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你按一下右上角 有没有看到 这边就有一个建立广告 我们就按一下这个建立广告 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开 就可以直接使用它面功能 只是你就来到它后台了 然后你就可以自己去建立广告起来了 那这边我来讲解一下 为什么前段工作室需要去设计 这种漏斗图出来 为什么需要那么大费周章的 它滑鼠滚轮滚到哪里 就要记录view content起来 那原因是这样子的 那原因是说 今天的话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你可以看到它可以打很多广告 比如说可以打流量互动观看影片和转换次数 那有时候有谁看到这东西就问老师说 哎老师啊 为什么要搞那么复杂 不是一个网络就好了吗 因为你要需要去知道一件事情 你今天拿到Facebook啊 一定有一部分人 只喜欢看影片 那有些人是暗战魔人 你的好友 还有你的亲戚姐妹 曾经是暗 因为你曾经有遇到暗战魔人 就你每个天都暗战的人 请你加三 容易过这样的人 有吗 狂战士啊 对啊 好 还是有谁 还有一些人就是叫这东西是互动高 呵呵呵 然后这是看影片高 然后还有一个是转 就是转换 这转换什么意思呢 他常 去网站 去做特定事情 什么事情 当然就是购买啦 或者说他今天有交购物车啦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你需要帮 像譬如说我们刚才在前面讲解到 你可以在里面去买程式码 然后把这些资料传到MIXPANEL 你也可以用一样方式传到Facebook跟GA 这次都有一样的做法 其实他们语法都很像的 所以后面我就不讲了 那我今天把这个checkout传过去 可以干嘛 我们来看一下可以干嘛 像譬如说我们今天按下这个转换次数 我们按一下看看 那他我就建立一个广告次数 转换次数的广告出 那我来设定广告账号 那我这个就先下一步就好 好 那首先呢 我就可以设定广告组合出来 那你可以看到他就问你说 请问一下你的转换事件是什么 那我今天有很多 比如说我加到月亮清单 开结账 这些东西是Facebook内建就有的了 你也可以自己去新这些事件 但他内建就有这些事件出来 比如说加到购物车 如果我今天广告选择加入购物车 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会发生的事情是Facebook非常的聪明 首先你今天把misspanel上面 假设来讲 加入购物车有这78个人 好有这78个人 有点过这东西吗 像比如说你们点了 那这78个人呢 Facebook的聪明地方在哪里 他可以去帮你找 跟这78个人 很像的人 很有趣吧 他可以帮你找这78个很像的人 对 那这78个人 对 就是用pixel来去记录这件事情的 那我把这78个人找个很像的人 他到底是怎么找出来的 跟各位去做讲解 来 各位同学 点选一下这个观看自己的受众轮廓 你点一下这个google一下 那点一下自己的Facebook一下 来 你看到我今天到Facebook 我可能用关键字查什么东西 那我又可能查一些有的没有东西 那此时的话 他就帮我去抓出我的行为出来了 其实我根本没有跟Google讲说 我几岁 然后我是男生女生 那我喜欢什么东西 你有没有看到 Google帮我去分类了 我可能的兴趣 你有没有看到 Facebook也有 所以说 让各位同学了解一下 今天如果 你点击了某个东西的站 好 你在上面留言 你在某个话题留言 你都有可能被归类成一个兴趣 他可能说你可能是一个潜在的兴趣 他去帮你下标签 了解吗 所以 相信各位同学了解到 为什么 为什么 我们今天必须把交互购物车的资料 传送过去了吧 原因就是因为 他可以帮你找很像的人 把找你找很像的人 拉进来以后的话 他才可以去帮你优化 让更多人可以在进去你的网站 就交到购物车里面去 但是他还是有限制性的 比如说你一个礼拜 至少要有50个动作 好 这50动作就是要50个人加入购物车 因为你要给他足够样本 他才有帮你去用AI人工智慧去算 或是用他的机器学去算 算出来说 哎 这50个人我有足够样本了 我才可以帮你去算说 哎 我再帮你找其他人 然后这其他人可能跟这些人都很像 那此时的话他会一直优化你的广告 OK 了解吗 所以 如果你协交部门要你做这样的事情 你不要怪罪他 因为做这样的事情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事情 理解我意思吧 所以第一个 他可以去慢慢的去优化你的广告 好 好 然后第二件事情他会去做什么事情呢 首先我们看广告受众一下 离开 好 那假使如果今天呢 你今天的话 我们来看有几个人加入到购物车 你看有74个人加入到购物车 你还可以去 Facebook还可以去做一件很厉害的事情 他这个厉害的事情就是说 你今天可以把这些人都筛选出来 比如说我今天购物车在30天里面 他怎么做 我来做一次给大家看好了 那我就制定一个广告收众 那我今天要抓出来的人呢 是网站流量 那里面的话 我希望说是 他今天如果有去做加入购物车的人 在30天内只要有完成这个事件 这事件是什么 就是你在misspanel做的事件 我点击了 我就传送这数据到对方的数据平台去 那他我就去把这30天内有去点击加入购物车 把他拉出来 拉出来可以去做什么事情呢 他可以去帮你找出很像的那一他人出来 我们来用这个 来再去建立一个收众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让大家可以更加了解 像我这边已经有一个了 这是我练习用的 我抓出30天内有进入到网页的人 那我今天再去设定一个 设定一个 你看下面有一个 类似广告受众 这个东西不是Facebook也有 Google也有的 我今天可以选择说 我要抓的是pageview30 就是这30天有点击到我网站的人 那我要找的是台湾 我要找人是在台湾里面一趴的人 你看一趴 台湾一趴有多少人 19万个人 所以这19万个人 他就跟你原本购买那50个人很像 为什么会说很像呢 他是如果抓出来的呢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一样 他今天可是透过Google面 像比如说我今天画的是Udemy 然后我是25到34岁 那我发现到有40个人都满足这两个条件 所以他就帮你找那一趴很像的人 然后捞出来 那也因为这样子 你的广告的效果会越来越好 因为他Facebook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 就比如说我今天的话 可以把这78个人 然后把这78个人的面貌 然后加成是台湾的一趴的人 那此时我就可以很聚焦的 去打广告给那些人看 了解我意思吧 所以他今天可以找出 类似的广告受众出来 OK 他可以找出类似的广告受众出来 好 所以 这些东西呢 都必须用JavaScript来去做记录 来去做整合的 不论你是用Google Facebook 还是用MixPanel 都必须这样来去做 好 那我们今天做这样的事情 还可以去做什么事情呢 我来给大家看个东西 这个东西叫做Facebook的标准事件 你甚至可以结合他的报表 那结合他的报表是什么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运用事件 制定转换 看起来是 应该是这个吧 好 那标准事件 好 等会下来我找一下 应该是 好这个 来你看到像刚刚我们的MixPanel 一样嘛 MixPanel 然后Event 然后带入事件进去 那今天的话其实 这是Facebook内建的事件 OK 他是内建事件 而且呢 你今天也可以整合你的后台 或是你的前台 你今天传送说这是一个购买的事件 而且你甚至可以带钱进去给对方 就是带钱到这个广告平台去 所以我就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看 今天这个订单是600块 那里面Value就可以带600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币 改成TWD 所以你就可以把钱给传进去 到广告平台里去了 那也因为这样子 你才可以看得出来说 我今天可以去做什么事情 我今天可以做的事情就是 有1000个人进来 我花了300块的广告费 那信1000个人进来 我信1000个进来 有100个人加入到购物车 那最后只有三个人结账 那这三个人结账的话 总计的话是1000块好了 总计是1000块 那我当然必须把这1000块 也把它写入到广告平台去 他才会跟我讲说 你这个东西有 有没有去高于广告费 或低于广告费 所以前段工程师的话 你还必须结合一些工具 比如说跟后端合作 他产生书订单的时候 必须在这个Value写一个价格上去 但是其实对工程师来讲 你只要加上这行就好了 好 那加上这行以后的话 你就可以去整理出你的订单出来 所以像Facebook的话 你们也可以看那个工具 这工具是说 我来开给大家看一下 是 好 来到建立广告 好 然后建立广告的话 里面的话 就会有一个分析工具 来 看到没有 这个分析工具 其实SEO 关键字的东西 它又是一门学问 来 看到没有 Facebook也有这个东西 所以在课程里面 也会教各位 如果用这个分析工具 那重要就是说 重要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有用JavaScript 把订单的钱传进去 有没有看到收益 这个东西是用JavaScript去做的 我传送多少钱进来 然后有几个用户 然后他们总共有多少订单量 你都可以从里面去看到 然后也可以看到 几个人进来有进行购买的动作 OK 所以 你真正要 为什么要用JavaScript 去了解到 网页行为追踪 因为我不希望 我不希望工程师只会写程式 你如果了解到一些商业逻辑的概念 好 你在跟跨部门沟通上也比较顺 而且你今天如果要自己做生意 你才知道该如何去做这些事情 这才是为什么要开这样的课原因 因为那你一直写程式 但是你沟通能力 你的跨部门的沟通能力很差 那其实对你的升迁是有影响的 所以如果你今天只要懂这东西的话 你在跟行销部门去沟通这些事情 其实是一件很轻松容易的一件事 他可能会的东西还不会比你多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有这些数据 把相关的钱给写进去 好 然后再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以上就是关于说 Facebook 我们用广告来切入 为什么你要把这些行为 写入到广告平台里面 好 那写入到广告平台以后的话 最后我们来讲GA 对 对 对